在每個人的胸衣 總存在著水平線 迴背誤染的海洋 悠悠在其中的魚群 殘迫在放破鐵外 旁行綿國 描繪著碧海的境界 鴛鴦幼稚的嘆息 夾帶放棍的浪花 如何唱著水平的足跡 我每天大概五點半起床 那小金他會叫我起床 等我起來以後 我會打開窗戶讓他出去玩 大概二十分鐘他玩累了 他會自己回來 我每天一早就要去花市 那必須要在滿短的時間 選好我所要的花材 所以壓力也是滿大的 看到花當然就會很高興 我是一個人住的 可是我會很喜歡回家 因為我知道家裡 有一群家人在等著我回去 我想生命也都是很美的事情 所以所有的生命都應該 受到尊重還有珍惜 來 看我們家小人喔 小蘭來 看看 它現在叫小蘭啊 對啊 因為現在把它取得名字就叫小蘭啊 那現在包紮的時候 會不會自己去把它咬掉啊 會 它會把它咬掉 那我只是給你看說 它現在腳還是在發炎的狀態 因為還是熱熱的 小蘭 這隻台灣藍雀是我們 在三月初的時候 有三個同學一起到台東 去做一個鳥類調查的時候發現的 那它的腳是被瘦夾夾住了 那我們看到它之後 就是把這個瘦夾 就把它的腳從瘦夾中間移出來 然後幫它做一些簡單的包紮 那狀況感覺滿不好的 那一直到台北 它的鳥的精神也不是說很好這樣子 你那時候有摸到它的腳嗎 對不對 對啊 那它現在就是這一隻腳 比較好一點了 好 小蘭來 不要不要不要 小蘭不要 不要乖乖 但是還沒有 沒有說 都 那麼嚴重了 大概在一個禮拜 這樣 不用吃比較大隻的嗎 青蛙 是 它外面應該會吃嗎 會 它外面會吃 但是 今天還是為它植物的 再多一點 對 我第一次是惠子姐是 齊尾臉醫師 然後就跟我說 啊台 你們台大就有一個 很厲害的小姐 對 所以她給我惠子姐的分記號碼 然後才第一次跟她聯絡上這樣子 小蘭太低頭了 不太穩 對 因為她現在是用三角站 那經過了這一個多禮拜 那我們今天來看到這隻藍鵲 我覺得感覺好多了 就是至少這個傷口 已經慢慢在復原中 那精神啊 然後看到它 一起有一些動作 我覺得她已經慢慢在恢復 可以到一些正常的狀況 她的傷勢要全好 我想要在大概一個禮拜 因為她現在還在發炎 一個禮拜 因為是上個禮拜你們帶來的 對 您好 這裡是花店 如果要傳真 請直接按下您的傳真鍵 如果要留話 請在B1身後留話在達陸機 謝謝您 我是想說 我是盡量啦 可是我怕說 到後送一送 送到下班時間塞車的話 不見得全部都能到 這樣子 好 好 謝謝 傷腦筋 怎麼可能全部接送到 怎麼可能全部接送到 那我還沒知道 我是一個花藝工作者 那像這樣一份工作的 時間自主性 或許比一般人多一些 所以我就可以有時間 來照顧這些台北鳥會 委託我照顧的傷鳥 我從小就很喜歡動物 那後來進動物園工作的時候 再偶然的機會就是 剛好奇偉倫醫師 托我養一對那個白露絲 就是從雛鳥開始養 那一對雛鳥是我跟台北鳥會 接觸的第一對小鳥 那他們那個時候 也是剛開始成立救傷中心 所以就這樣子 我就一直接受 台北鳥會的委託 當然我本身也是 台北鳥會的會員 那一直接受委託 然後就是這樣 就這樣養下來了 我當初 從花店轉到工作室的時候 其實找這樣的一個空間就是 最主要就是為了可以收養狗跟這些鳥 那當然現在我發現 有些房間的光線並不是很好 所以我有時候都會把牠們 拿到外面院子去 就是讓牠們可以曬曬太陽 那在我住家那邊 我只有收兩隻狗 並沒有放這些動物 因為我還有跟我妹妹一起住 所以我就把鳥大部分都是放在這邊 謝謝 蜜蜜 出來囉 你不會從這個門出來嗎 不會吧 別騙了啊 蜜蜜 出來嗎 你這麼聰明的小孩都不知道 出來 再來 謝謝 這邊 這邊啊 不管了 我現在大概目前就是收留了一隻 長久收容的喜鹊 那這隻喜鹊 剛來的時候 就只是翅膀不好 然後走路有點不穩 可是我們以為說養牠一段時間之後就可以野放 可是沒有想到牠後來有發癲肩的習慣 就變成每隔一段時間 或者在牠狀況不是很穩的時候 牠就會發癲肩 所以現在我們只能長久收容牠不能夠 然後也放牠 那牠很好玩 我最喜歡在就是我擦花的時候把它放出來 地上亂七八道一大堆花葉子 那時候牠最喜歡 然後就出來洗洗澡啊 吃吃東西啊 或者吃吃麵包蟲啊 那牠也很喜歡 鳥類有一個行為 牠可能在這個地方拿到追滯蟲 可是牠可能會跳下來到另外一個 牠覺得安全的地方再把它吃掉 然後吃完之後還可以擦擦嘴巴 這些都是一些很可愛的小動作 那還有就是這隻長久收容的零腳蕭布雷德 那牠是腳跟翅膀都有一些問題的 沒有辦法野放 所以牠也是我們長久收容的一員 其實養這些傷鳥是很好玩的 因為你看到這些傷鳥 你有時候會覺得 其實你就好像在看到自己一樣 尤其像阿西 牠賊頭賊腦的 然後牠會自以為是地做一些 牠認為很可靠或者很保險的舉動 可是在我們人類看來 那真的是滿好笑的 然後牠有時候又會去欺負一些弱小的動物 其實這在我們看來 其實人類也不過是這個樣子 可是在整個大環境這樣看下來的話 或許也就是不過是那麼一回事 阿西 那個披薩是畫的 不是這個 謝謝 新文之後請收看 台灣要分定 九點鐘 台灣真女人 十點三十分 誰是 是不是,我可以吃嗎? 這樣有問題 阿滴滴 阿滴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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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吃 媽媽,你要不要吃 媽媽最乖 媽媽最乖 媽媽吃 你剛說那個寶寶 一個月的寶寶 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 它從哪裡來的呢 它是在我們學校 一個大學的校園裡頭撿到的 那有一個學生就發現 他在停車 他的腳踏車停車位 前面的一個水溝裡面 他半身都已經濕了 那因為同學他們知道 我有在做舊商嘛 然後就帶來給我 那這兩天 我每天晚上都有去校園裡 幫他找 找他的爸爸媽媽 曾經找到過爸爸媽媽 可是 爸爸媽媽可能沒有看到這隻小的 還是因為有人 所以不肯下來 也沒有下 或者是不下來 我就不知道了 媽媽每一次我拿什麼 他吃什麼 真的啊 嗯 為什麼妳叫他媽媽呢 因為我這邊長久收容的三隻 四隻零角箱裡面 確定兩隻公的 一隻母的 另外一隻公母 難以分辨 因為零角箱的女生是比較重 也比較高 比較壯 那我這一隻 你看媽媽 你看跟上面的比較 是不是媽媽有明顯比較大隻 對 他不管怎麼說怎麼收 他就是會比別人大隻 所以我知道他是媽媽 那另外 另外那隻我確定是爸爸這樣 但是他是爸爸還叔叔 我就不知道了 那這一鍋裡面都是給他們吃的麵包蟲 那我有時候會攔一攔的原因是我不給他們吃 小雞啊他們自己都會來偷吃 但是這一些他們自己 你看這些都他們便便 他們就會來吃 這一大鍋如果不方便的話 這一個籠子是他們的特別保留區 就是這樣子 他們可以自己站在這邊自己來吃 別的鳥也會來吃啦 但是就是說等於說 食物在這裡很乾淨 那這邊因為還有一些 麵包蟲的食物 沒有麵包蟲本身要吃嗎 包括麵包蟲要吃水果啊 這是 這是麵包皮 還有一些 這是水果皮 對啊小雞很喜歡吃麵包蟲喔 嘀嘀嘀嘀 要睡覺了耶 胡理你們我要睡覺 好了好了好了 61 睡覺睡覺睡覺 因為我平常在家不開燈 我就是指開這個燈 那这一个灯 我就坐在这边看书 小记坐在我后面 我不开灯 因为猫头鹰他们太亮了 他们没有办法看清楚 就是我就是关暗的 那猫头鹰他们不会觉得说 太刺眼不舒服 可是到了晚上就不一样了 到了晚上是菱角销的天下 那所以为了这样 我会把那个 这些小星鸟关起来 那其他的菱角销五只 就在家里到处乱飞 到处乱跑 整个这里 我们家就是他的运动场 他就帮忙了 帮нал奖 的 對不起 我們家的話 我大概是把我做這樣規劃來 如果是中型跟大型的猛型 我養在房間 那如果是三鳥跟小型的猛型 我養在客廳 如果是水鳥我放在浴室 放在浴室的原因是因為水鳥牠吃魚 牠會臭 便便會臭 所以還有牠們吃魚也要有地方放 所以放在浴室的話 我清洗方便 放魚方便 那房間養猛型是因為我房間有門可以關起來 可以防止那些中大型的猛型去傷害這些小型鳥 貓頭鷹的話因為已經 已經教育訓練過很多次了 所以牠們 我比較不怕這一點 其實舊傷本身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負擔 像我們這六七年在訓練義工上面 就經常看到義工接了一隻鳥 就沒有辦法再接了 因為可能小鳥死了 牠們沒有辦法承受生命 喪失的那一種痛苦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這六七年來 對我成長也很大事 以前我比較像佼佼女 因為我是老妖嘛 家裡就是比較寵 可是我開始去救傷這些野鳥之後 我覺得我自己變了很多 責任 然後生命 所有這些都會壓著我 是一個很大的很大的負擔 那像餵了這些鳥 我也沒辦法出遠門 就怕說這些鳥沒有人餵 然後天氣變天 牠們被雨淋到了 就是要擔心很多東西 然後擔心牠們就是 會不會哪隻貓頭鷹不聽話去傷害了鳥 或者是哪隻鳥不聽話去惹了那個靈角蕭 會擔心很多 可是我覺得這些 嗯 都很甜蜜 像魯英雪講的至少表示 牠那個大便沒有暗紅色 我看你開始 來 給牠喝這個水 不是普通的水 是用葡萄糖配上生理食鹽水 來 過來 我沾這個就是消炎粉 因為牠傷口很嚴重 而且已經有一點開始在 爛的那種現象 所以必須要給牠用消炎來 壓下來 而今天中午 民眾送到鳥會的 那這個民眾好像 呃 好像已經撿到牠一兩天了吧 那也是一直沒有進食 所以牠非常的瘦 你看這個尖尖的都突出來了 乖 那個 那個是什麼 胸骨 胸骨那邊 對 胸骨那邊都突出來了 那 感覺上牠是很虛弱啦 包完之後 牠就一直睡覺 一直沉沉的睡 包完之後 我有塞牠大概 二三十隻的棉包蟲 然後 蟲剛才的排便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牠這個排便還算正常 表示牠的消化能力還好 那也沒有那個 暗紅色的血 因為我們怕說 有時候會有內出血的情形 牠就會有大便反應出來 我看牠大概今天晚上熬得過就熬得過 好 盡量地下 好 像小鯪的鬼滅 在那裡 還用的是 馬上巡udi 駱駱 還有 我們現在又往... 再往好一走 我想說是不是太熟啦 這樣就這樣看 所以我就想說他可能太瘦了 我給他帶回去想要餵一下住人家 想說你放我出來你怎麼還... 你這種吃頓好的 就是把他放回意識啊 又飛得那麼高飛得那麼好 我想他今天再來放一放 我們放在這邊 一分數嗎 好 看他會飛上去 開開飛機 今天晚上要放的這隻鳥是哪一種鳥 是夜路的雅城鳥 然後昨天有民眾送到騎士那邊 那騎士檢查過後認為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傷 本來是希望昨天就放的 可是我昨天有來放過 那他飛不走 所以我就想說把他帶回去 餵他一點小魚 然後今天再來放放看 因為他在我浴室 就是都會飛來飛去飛得很好這樣子 通常夜放的來長 你要經過哪些程序呢 通常... 夜放的程序啊 夜放程序通常就是... 其實看過以後他覺得沒有問題 然後就交給我們義工 誰有空誰去放 然後應該是要放在他原先實貨地啦 對,原始貨地 但是這個地方因為一直出海口就是關渡 然後這邊也有很多夜路跟小白路在對面那個... 覓食 對,在覓食 那對面都有芒草叢 滿適合他們生存的環境 所以我們會選擇在這邊來放 再加上夜路它是夜行性啊 我們晚上到關渡 然後可能人... 人的時間上可能沒有辦法... 配合去配合的話 那很好... 住家也在這時間啊 合體方面 就很方便 對 現在時間已經是晚上... 快十點多了 十點半了大概 好,那我們就可以... 十點二十分了 十點二十分了 對 那我就試試看他的運氣 好,我看他今天會不會飛 看他想不想回去咯 我們有給他上一個那個... 腳標 黃色的腳標 那希望就是說 以後再來做野外觀察的人 還能觀察得到他 加油囉 好 飛對方向啊 唉唷,不要飛錯方向了 回來啦,轉個彎回來 對對對 你不要飛到烏來去了 這隻腳有點笨笨的 沒有,他會再彎回來 他最後... 會再彎回來 他就在轉彎回來了 對啦 他終於搞清楚方向了 他就彎回來就對了 他飛出去了 對 飛得很好 真棒 放鳥是一種很快樂的感覺 uit utilities 運動把鳥送向鳥會以後 我们会把鸟转去给棋尾连医师医治 那棋医师是救伤中心的总负责人 他要负责鸟类的医疗手术 那包括其他的一些诊治 那还有小鸟的复诊 那我们严放评估也是由棋医师负责 那鸟在棋医师医治完之后 动完手术之后 如果没有立即的危险 或需要立即的看护 他会通知我们医工去把他接回来 继续做后面的护理工作 脚都没问题吗 没有没有 现在唯独只有这一个那个 右翅有问题吗 对 有淤血 对 都腫了 这哪里捡到的 台大校园 我们办公室旁边 哦 骨折了呢 哦 这都肿起来了嘛 对啊 我也问过时货者 他说如果需要长久收容的话 他愿意收容 哦 对 我们可能先要帮他 把那个翅膀固定一下 好 然后 那你帮我把那个脚 那你帮我抓好了 好 等一下哦 用这只手指 来 手指 这个就这样 你自己在手怎么了 剁鸡肉的时候剁到 哦 要跟顺便医疗一下 可以啊 等一下哦 我剁给猫头鹰吃那个鸡脖子的时候 先肉太少 剁一些自己的肉 哦 以后就有中国民间故事了 嗯 我要肉喂你 这只鸡脖子的鸡脖子 刚才送来的这只红嘴黑杯 它是一个翅膀骨折的状况 多半可能是因为一个撞击 不管是他自己飞得不小心撞击的 或者是他在飞行的时候 撞击了车辆啊什么的 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其实 这些外伤呢 我们是经常在 我们就航机里头会看得到 那么很遗憾呢 虽然我们有的时候 不是人类故意去伤害它 可是像开车子的途中啊 它刚好要飞越马路的时候 有的时候因为有反光的关系 太阳呢 是正着它的脸来照射的时候 它会看不清楚 它也会有发生车辆创级的车祸 那么鸟类出车祸是经常有的事 尤其在晚上有时候 零脚箱也会发生 是在我们就航中心里头 是看得到的情况 好 这么轻吗 七十一 七十一三四四四三公克 好 等一下我把条表填一下 好 怎么受伤的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看到的时候就是在地上跳 那烙死了 附近有狗 所以失货者就把他带回来了 我平常的工作呢 其实还是以我 是我这样的这个 以狗猫为主 我自己是七十八年三月 开始经营自己的收医院的 那么当时鸟会就有一些 零零星星的事件呢 就送到我这边来 那我帮助了 协助了一阵子之后 我觉得说我一个人 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扛起来 似乎有一点 这个实力不同心 一直到了八十一年 鸟会才正式的由我来张罗 邀请了许多专家学者呢 就是来贡商 怎么样做这件事情 才是比较科学化的 原本我们很希望说 就了就把它放回野外 其实呢 当时那样的考量 并不是有十分的周全 可能有一些鸟类 如果它已经带有疾病 就不适合放回野外 那如果是已经有 这一些劣质的基因的话 就是有些雏鸟啊 明明是要被淘汰的 被推出巢去了 本来它要淘汰 结果人呢 加入了 就故意把它救活了 那结果这个 该淘汰的劣质基因 可能会再回到自然环境 其实也不是好事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要 重新考量这些这个工作 那我们就知道 保育类的 非保育类的 那出到什么状况 我们怎么处理 什么该野放 什么不该野放 那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可以收容 所以我们就自己 就是有鸟会呢 有十几位的这个委员 就是就算委员会的委员呢 包括有专家学者 一起来研商 定了一些条文 以后呢 就准此条文来执行 光有医疗 如果没有后续的良好照顾 是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的 那么其实医师医疗的时间呢 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 所以就要靠这些照顾的人 那其实我扮演的应该是一个医师的角色 在一个医院里头我们可以看到 医师是做医疗的行为 那么医疗完了呢 他要去住院 他要到病房里头 有病房护理长 还有小护士 每天要去帮他打针 还有拿个药 说吃药 对不对 那还有一些有看护的责 要为他吃东西 如果不良 就这个进食的话 那你就要为他吃东西 那我觉得像黄慧石 高靠敏他们 他们手上几乎有一种魔力 这是让我自己都很佩服他们的地方 我觉得他们手上就是有一种魔力 那种魔力呢 不是我这个医生能做得到的 医生可能就把一个伤口可以缝起来 但是呢 他就是不吃东西 他们就有办法让他慢慢的吃东西 这是他们的魔力 我想就是有人可以跟动物做某种超出于我们能够理解的接近和沟通 我们的民生建设 似乎忘了喜欢住在麟角田的水质 等到麟角田全部消失的那天 也是我们和台湾最后五十支水质道别的那一天 给水质的民生建设 住着有几天 你看 大桌都在那里 这都在包里面 你看 这 这 那 你看 嗯 还可以 这都在那里 你看 这 你看 这鱼子都在那里 你看 这鱼子都在那里 你看 这没法中射 你看 整大堆 你看 他在给你吃你的鱼子吗 你看 鱼子都在那里 你看 这鱼子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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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这就像这鱼子 你看 这鱼子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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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来 我先来 走 五十人少 像不像 有的鱼子 你 你这鱼子是怎么 怎么做 这种鱼子 那也不知道 就是那条路 政府有梯子 没有开放 炒烟也收过来 发生过来 对啊 这已经连刷了 这种现象多久了 这只鱼子 几鱼子 几鱼子 每天都是多少人 会走到一家里 那是很厉害 这两个都 每天抓得比较少 就抓一边抓 那么多 Fath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在三月中旬的时候 他在这一棵树上 他组了一个草 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草 他这个 是不是在那边 对对对 组了一个草 我看到了 在那边那个 其实蛮深的嘛 是啊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很关心 会希望知道说 曾经被我们救过野放的鸟 在野外是不是生活得很好 那前一阵子有救过一只黄犁 而且有听鸟友说 他现在过得很好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想来看看他 这个有关人事 立刻就送回到鸟会 对 实施这个救治 就是结果在第二天 第三天 我还继续来这观察 因为我要找出他受伤的原因 因为他既然他的羽毛 他会扯掉 我想师傅可以找出一点 是不是麻雞 就在第三天的时候 我发现很可惜 很难过一个现象 就是他的两个这个 这个孵化的卵老 已经整个坠落下来 我现在 我已经带过来了 你看看 哇 好可惜 小鸟都已经成型了 两只小鸟 两只成型的小鸟 是啊 好可惜 是啊 真的好可惜 这是在孵化大概第四分钟 妈妈不在 所以他们就被风吹下来 你看 都已经有一点毛出来了 是啊 连头 嘴巴都出来了 真的好可惜 那个义工在他们家阳台 养着这只母鸟的时候也是 他都会 就是会一直冲撞想要出来 可是我们知道不能放他 因为他那时候毛还没长好 然后他吃了东西 他都会东藏西藏 好像要留给小孩子吃那种感觉 是啊 他知道他的小鸟 已经马上就快破壳了 已经都成型了 对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天心 对 在五月七号 有这个 在这 许先生在上午七点 大概四时左右吧 亲自送他 当时我也在场 结果一野放的时候 他立刻就飞上枝头 同时那只公鸟也在附近 那两只 马上就认识他了 对对 马上再次就飞下了 然后我当天也连续我上午也观察下午也观察他都在这里去 这个两个都是出床入队的 大概在这边 这棵树大概待了两天左右 他们还有没有再去使用那个酒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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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没有了 他就完全不进去 就在那边 站在附近 这个 就是穿梭 穿梭 而且的话到这棵 旁边这棵树进去比较多 就第三天以后 他就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他5月7号送回来 5月14号的时候 他是开始 我亲自观察到他先的第一根草 去竹草 在新的地方又开始竹草了 竹草 那我们现在这样告知 我现在带你去看他新竹草的地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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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儿的话 他不敢进草 我们要躲到树后面 来了 我他已经在上面了 在他那个草的上面一点的树枝上 公子在那边叫嘛 对不对 他真的很漂亮 对啊 我们在北部的 又有黄泥一个树林在那边 那是公子在叫嘛 对 淡水最近这十几年来 因为人口不断的扩增 而且有很多的地方啊 原来就是这些野生啊 这个鸟类啊 这个动物栖息的地方啊 都被开发了 嗯哼 比如像淡海新市镇等等这些 嗯哼 那个大量的这种 这种这个树林啊 都被开发掉 嗯哼 所以现在这些野生这个鸟类的话 就是说它树林已经变了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少 所以说它就变成密度就很大 对 这个现有的这个能够树西的地方有限 就造成密度很大 嗯哼 因此在这种 它以后这个生态上啊 可能都有很大的影响 对 所以目前现在黄泥来讲的话 我个人的观察 曾经观察到过有12只之多 在同一个树上 嗯哼 但是这并不代表就是说 这个黄泥的树段 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一个树段 因为这个环境在不断地在变化 嗯哼 在不断地变化 至于它是不是能够成为稳定的成长 或者是慢慢会衰退 现在没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数据 因为毕竟来讲 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做 做很有趣的 那一个很很详细的调节 其实我们的环境 一直对鸟类造成很大的干扰 那人类经常只想到自己的需要 而忽略了其他的生物 在我旧上的经验当中 其实很多都是人为因素 所造成的伤害 所以我常常在想 我们人类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学得跟其他的动物和平相处 这些人为我们再来做 有点赞 有点赞 那么来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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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